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议会质询时表示台北市有214条在2006年前划设的消防通道 没有徒销也没有列管 17年来却持续开罚围停 让民众冤枉挽罚 到底实际状况如何呢 一起来关心 罚栏上明明写着违规事项是因为停在消防通道 结果却发现成功路5段45项这一处消防通道竟然没有被列管 事后被开单的位置更划上了停车格 让这位陈琴民众直说无法接受 我就觉得这边不合理是说 很远的地方它有写消防通道 那这边的话大家都有在停 那应该是都是可以 长年来都是可以停啦 受访的时候我才看到说 怎么这边居然画了停车格 而且第一个停车格就是我当初停的位置 说要还我900块来 小市民对于这个钱蛮重要 因为生活辛苦嘛 接受陈琴的台北市议员何梦华一查才发现 原来从2006年开始 台北市竟然有214条未被列管的假消防通道 比列管的真消防通道还多 台北市政府却没有积极处理 17年来任由灰色地带产生造成民众困扰 在未列管的其实有很多呢 214条 这比目前我们有列管的都多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在2006年还有2011年的时候 都有议员来关心过这个消防通道 列管跟不列管的问题 我们希望说这个灰色模糊地带 可不可以赶快来消除 不要让我们民众呢都搞不清楚说 这条到底是我们所谓的 你们有列管的真消防通道 还是你们没有列管的假消防通道 调资料我们有发现 其实在我们的所有的 就是消防通道违规的停车案里面 有24500多件 那其实里面没有去做说 到底有多少条是在所谓的 真消防通道或是假消防通道 那如果民众没有自己去检举 没有自己去再申诉的话 他可能就这样子就多缴了600块 我觉得对民众来说是非常的不公平 我们知道消防安全非常的重要 但我觉得市民的权利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此台北市消防局长说明 民国95年后 消防通道的划设标准 位列管的消防通道有部分主要是当初 地方认为有必要才留在原地 在95年之后 整个全部交由消防局来整理的时候 就以目前的规定方式 他主要就是像刚才一座所提到的 那几个包括抢救困难地区等等 那他必须有进宽的限制 进高的限制等 那经过消防局会刊之后 他才可以进入来化 那之前的有部分 据我所了解 有部分的里长或者是附近的居民 认为他很有必要 所以有部分是留在县地 何文化则表示 即使地方认为 位列管的消防通道有划设的必要性 消防局也应该依据相关法规补足程序 不能放任假消防通道存在混淆视听 何文化要求台北市政府 消防局应该全面盘点消防通道相关法规 并与交往处研议 如何改善假消防通道的问题 不要再让民众的权益受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刑事局宣布破获一个诈欺集团 嫌犯以电话向被害人声称 可以取得免费的零骨塔贩售 见面后再也需要搭配生机罐 盖板 开运五宝 以利贩售等话数 说服被害人购买这些商品 然后就闭门不见 让被害人求偿无门 照片金额超过4000万 警方鹤枪实弹进入搜查 果然查获大批刀屑改造手枪子弹等 刑事局日前接获勤资 有诈欺集团以提供免费零骨塔贩售为由 诱骗被害人投资 得手后及避不见面 甚至更换公司据点 至少有6人被骗 诈骗金额预4000万 集团自去年的2月份开始 从以各种话数来诱骗被害人 大笔投资生机塔位 及搭配相关的生机罐 开运五宝等等商品来诈骗被害人 等被害人发掘有益 及断绝联系必不见面 令被害人求偿无门 那警方清查已有多名的被害人 招该集团诈骗损失上千万元以上 那该集团的一个不法犯罪所得 也达到了4000万元以上 专案小组在追查过程中更发现 有黑道背景的夏信主贤对旗下犯错成员手段也很凶残 甚至以暴力殴打及施行拘禁等方式 逼迫筹钱偿还 警方除了将夏信嫌犯等10人居体到案 并移送地检署侦办 也呼吁民众进行投资时 因提高警觉小心查证 防范诈骗集团以低成本高获利的投资诱骗 如果有疑问 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不要让自己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了要加强民众的防灾意识 台北市松山区公所在宁安公园 办理112年度灾害地区紧急疏散避难演习 并邀请里内原住民及印尼籍的新移民朋友 共同参与演练 让各单位做好防灾准备 也加强民众的防灾减灾观念 你们好 我是李贯士 现在进行所谓的防灾宣导 那可以向你们介绍 我们市政府最新的防灾资讯吗 松山区公所 112年度灾害地区 紧急疏散避难演习 演练模拟大台北地区 三角断层南段破裂 发生瑞士规模6.6的强烈地震 宁安街一带建筑物遭受严重损毁 许多民众被困其中 火灾也因为瓦斯管线破裂而爆发 情况非常危机 透过徐丽云里长带领的守望相助防灾团队 迅速展开救援工作 整合了消防局 警察局 环保局等单位力量 共同保护社区安全 我想防灾的这个议题 还有演变的部分 都要请大家多多的帮忙 尤其在进行这个心意天坑的事件 其实可能决安思维 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 之后万一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去处理 演习也邀请里内原住民 以及原属国为印尼籍的新移民朋友 共同参与演练 同时融入印尼语的对话实际推演 借此推广多种语言 紧急疏散防灾避难观念 落实最新的防灾资讯深入各个族群 松山区公所希望借着演习 让民众了解紧急疏散与避难的重要性 在灾害来临时 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长期的压力容易造成身心健康 如何调试压力相当重要 台北市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 就办理了输压料理的课程 并将课程中 营养师及民众创作的料理 制成食谱及影片 邀请民众一起来制作料理 并拍照上传 林口长根纪念医院 营养师与长者 示范如何用巧克力骨片 装饰甜点 不只过程输压 成品好看好吃 也令人疗愈 为了帮助民众适当调试压力 并活用输压食材 台北市中正健康服务中心 与林口长根纪念医院 营养师合作 办理输压料理课程 并将课程中食道佳肴 制成食谱 三道制成影片 上传至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 官网YouTube频道 让民众随时运用 轻松做出舒压好料理 我们其实如果就我们营养师的角度来看 可能在压力的一个状况底下 其实我们有一些营养素会消失的比较多 那其实我们就需要拔补足 那另外是在 其实借由突刃的这个过程 也许是一个单调的操作过的一个步骤 但是我们发现说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烹调技法 也就是可以达到身体活动 是帮助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这道食谱总共里面有10道菜 那就是分别示范了一个是前菜 湯品 主食 还有我们的这个甜品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然后其实组合起来 它就是一道一套餐啦 那过程当中我们尽量选择的是一个是 尽可能是挑选原型的食物 那但是因为烹调很方便 所以我们也会运用一些 比较稍微轻度加工的 让大家在家里面方便去做这个输药料理 因为输药料理 我们也不希望说为了找食材 大家又变得压力很大 所以都是方便可得 可是我们会透过营养知识的搭配跟运用 让它都是变成一个 反而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压力的一种 美味的一个公调 那今天在这里 因为现场 所以我们跟美雪姨 我们就是拿我们自己示范的 这个叫做是疗愈小恒灾 那今天主要运用的食材 就是我们的奶酪跟我们的巧克力 巧克力 那巧克力里面 大家都知道巧克力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抒压的一种食材 但是美雪姨上次没有提醒我 要跟大家讲清楚要选对了 因为如果说我们选的 现在有很多的 我们大家也知道 都会服务大概在今年 我们有规定规范那个巧克力 它必须是真正的巧克力 才练生的巧克力 如果说它是一个再次食品的时候 其实它大概就是比较偏向一个零食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食材 它含糖量太高 如果它的可可脂含量不够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巧克力的 一个商品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杯里面呢 除了刚刚跟大家提醒到的 有没有巧克力的多分类 那些抗氧化物质 协助我们稳定我们的情绪之外 另外其实不要忘记 我们的下面的奶酪是用牛奶做的 鲜奶做的 鲜奶里面还有丰富的一个钙质 它盖本身也是一个可以委定我们神经质管的 一个情绪的很棒的一个物质 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主任余灿华表示 饮食是压力调试的辅助方式之一 欢迎民众跟着轻松做会好心情 营养师私房书押好料理食谱以及影片轻松做料理 根据台湾自杀防治学会在111年的调查结果限制 我们大概有三成 30.8的民众在工作还有经济上会有压力 那其中也有29.8是在日常生活也会感到压力 那剩下的大概有16.7%是在心理健康 12.7%在身体健康会感到压力 那这样的一个压力是高于109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大概知道就是长期压力 会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 所以我们在做这些压力的调试是很重要的 或许大家会认为说这个饮食啊 这个料理为什么会舒压 那我们看到这个饮食是由它这个外观 还有我们这些的食材 还有这个风煮的过程当中 甚至你在品尝 在味蕾享受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可以达到一些舒压的效果 为鼓励民众自即日起至6月15号指 制作影片内料理 并将成果照上传至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 LINE帐号的前100名民众 即可获得精美礼物一份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 根据阳光基金会调查 有42.9%的严损者 曾经因为外貌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因此在脸部平权日 推出了IG FB滤镜 邀请你我一起眨眨眼 翻转不友善的打量 放出温柔的视线 丽妍出生时鼻子以下到颈部皮肤 有着大片红色血管流 为此让丽妍在社交就业上 遭遇许多不友善与挫折 但她一步一步学习各种技能 出国打工训练自己胆量 现在决定用自己真正的样子 经营短影音频道 并且拥有超过4000位的粉丝 丽妍也特别套上阳光基金会 在脸部平权日推出的社群平台滤镜 展现自信美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丽妍 那这次阳光呢 很贴心的呢 在IG上面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让大家呢 可以去试玩看看 那上面的设计呢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病友 她可能在生活周遭上 可能会遇到上的挫折 比如说切切私欲上下打量 或者是刻意的去保持距离 这些呢 其实都是我们病友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会遇到的事情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任何不友善的眼光 对我们病友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那其实希望大家可以以一个平常心来看待 就像是我从去年冬天开始 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 就是我真的必须要一直遮遮掩掩的 面对社会大众吗 我没有办法很坦然 很自在的在生活吗 我就是一直有这个疑问 在我自己的内心里面 所以我尝试开始用素颜的方式 在我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得到的反馈 也不全然是坏的 因为有人会对我打气 加以我觉得你很勇敢 你也很自信 那这自信 其实终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生活本身 你生活周遭的人 善待你 你同样也会善待身边的人 所以那我想呢 不光只是病友们 每个人都期待可以自信且自在的 呈现自己不同的美丽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呼吁 大家可以支持脸部平全5月17号 让大家一起来翻转目光 把不友善变成友善哦 根据仰光基金会2023 严孙者外貌相关经验调查 有42.9%的严孙者 曾经因为外貌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以被别人多看一眼而感到不舒服 占73%最大宗 对比本会去年对台湾民众的调查结果 会发现 20岁以上的严孙者 因外貌受到不友善对待 是一般人的6.5倍 因此阳光基金会 持续推动脸部平全 希望让每个颜面外观 不同的人都能够得到 基本的尊重和公平的机会 为了能接触更多的网络族群 和青年朋友 让更多人来认识脸部平全 阳光今年透过IG FB 滤镜的趣味活动 邀请朋友们一起眨眨眼 用平常心和同理心 翻转不友善的眼光 有爱每张脸 根据阳光基金会2023严损者外贸相关经验调查 有42.9%的严孙者曾经因为外貌遭遇他人 不友善的对待 其中又以被别人多看一眼而感到不舒服 占73%为大宗 商友说 都看一眼是人之常情 这可以理解 而会被看到不舒服 往往是因为对方眼光带着负面 上下打量或者盯着看 每个人都可能因为穿着打扮 高矮胖瘦等外在特征 而获得不友善的目光 阳光期待在脸部平全日 邀请民众一起翻转不友善的目光 温柔看待每张脸 记者问君 台北不到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 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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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北市观传局今年全新规划 大道成夏日节 7月1号到8月20号 在延平河滨公园举行活动 整合原有的夏季活动 并与在地的商圈业者合作 推出专属优惠 打造全台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活动 今年夏天 台北大道成夏日节 7月1号到8月20号 在大道成码头 延平河滨公园盛大灯场 活动结合游船灯视装点 八场精彩烟火秀 河滨灯视串联 及夏日美食等四大主打特色 更与在地商圈业者旅行社合作 推出专属优惠活动 及街区游船行程 打造全台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活动 过去我们观光统合计办了 这个大道成情人节 就是在每个农历的七系 前一个比 比巴六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就会有这个非常绚丽的烟火来施放 那局长上来之后 他觉得这样子 其实我们这样的活动 其实应该这么好的活动 然后应该让它办得更长久一点 当然对于各位而言 其实也希望能够把这个 中南部旅客带上来 那些对我们产业有些帮助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 我们希望把它从七月一号开始 一直到八月二十号 就是情人节的前一个 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总共长达五十一天的活动 那五十一天活动 大概有哪些内容呢 今天我跟各位介绍 首先我们会有这个 包括油船的灯饰这个布置 包括这样各位现在在坐的这艘船 我们船身这个会有灯光的布置 那我们在这个大奥城这个码头 还有这个盐品投金公园呢 我在三号跟五号跟四号码头之间呢 我们水门之间呢 我们会有这个 暗上的这个光环境的布置 也就是说到了 从七月一号开始呢 各位到这个我们这个大奥城码头来 就会看到水上 其实船是有光环境的布置 有光点的这个布置 然后我们暗上也是有这个光的布置 它等着它其实整个氛围就会营造起来 然后下一节 然后我们同时也准备了 当然这个烟火是不可或缺的 那烟火呢 我们会释放呢 或者说在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的晚上 我们现在预计是在八点半过后 再避开这个 我们的上下半的人潮 每个礼拜三晚上八点 会一个这个中低空的那个烟火的释放 然后到最后一场 大概会有我们八月二十号 这礼拜天的最后一场 我们会有过去的规模的大厂 有这个包括有高空的烟火释放 所以总共从七月一号到八月的时候 总共会有八厂 七加一厂就八厂的烟火释放 那另外呢 其实暑假就是 当然就是很多的这个 小朋友是暑假放暑假的时间 那我们会有这个大型的游具 进驻在这个地方 让这个家长们都可以带着小朋友 到这边来玩 享受这边河岸的这个风光 那当然河边其实我们还有本来 原本就已经有货柜市集 那我们已经跟货柜市集都已经讨好了 这当然是他们会有音乐 然后这个美食 到时候呢 欢迎大家到这边来 就带客到这边来 就是我们可以从下午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宜化街 商圈逛一逛走完之后呢 到这边来我们可以这个吃点东西 然后听个音乐 然后看看晚霞 然后呢 就是再和尚这个游船一下 大概八点多年什么等的烟火释放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夏天的游船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有一些 我们有包装一些这个小旅行 就是大家可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 大家可以想说 那你的游船该怎么来包 就把这个游客带进来 那我们这个蓝色公路这个游船不会了 我们在飘船里面其实会有一点点补贴 让民众可以比较少量的这个 比较优惠的方式就可以上船来玩 那我们还会有这个主题日的规划 比如说可能礼拜一礼拜就是亲子日 那礼拜一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我们就凭着这个 这个身份的优惠呢 你可以上船就优惠 或者是到地方这些商圈有优惠 还有到我们这个码头在和会市场 在享用这些美食餐点的时候 会有一些优惠 所以会有这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一天都有针对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优惠 那这些就是我们暂时规划出来 然后从七月号开始一到八月的时候 就会希望在这个暑假 能够带给这个大家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大稻城的情人节跟过去 我们过去叫情人节现在过来夏日节 享受那种夏日的缤纷快乐这种感觉 大稻城码头好玩之处 让官船局局长陈淑慧为您介绍 住宿交通好吃好玩攻略 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大稻城 大家可能是觉得熟悉 可是就像我昨天 其实我听到那个我们台湾蝶王 就是那个王冠宏所讲的 台北是一个让大家觉得熟悉 可是却又陌生的地方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他非常熟悉 我觉得我好像很认识这个城市 可是却不知道说其实在这一个熟悉底下 他有很多新的变化 有很多新的景点 那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大稻城 其实是一个欣赏夕阳最棒的地方 那我不知道大家多久没来到大稻城 来欣赏夕阳 那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大稻城 后面看到的船实际上在今年夏天 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个画面告诉大家 其实今年夏天在大稻城除了看夕阳 除了在路上欣赏这种音乐或美食之外 海上你可以搭在船上喝杯饮料 很悠闲的喝杯饮料跟三五好友 然后另外还可以吃点简单的食物 那在这部分底下 你除了水上的我们讲沉船体验之外 在整个夏天7月1号到8月20 只要是傍晚10分到晚上9点钟 我们这个陆域上面有很棒的 很浪漫的灯光 船上也有灯光 你从路上看水上水上看路上 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情 那也有一些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 你就是说我们这里整个夏天是老少咸宜的地方 那我讲天天这个船 你都可以去在船上做体验 欢迎大家夏日来台北感受烟火展宴水岸夜景与旧城文化 来一场温慢的夏日旅行 记者汪郡铸银品艺台北报道 您喜欢吃市场的肉干吗 2023台北传统市场节 特别以顶级肉干大赏为主题 汇集全台北11家传统市场的经典肉干摊 要让民众选出心目中的第一名 这么薄的肉干 它只有0.1到0.3左右而已 用薄到会透光的肉片烤出美味肉籽 位于大资市场的肉干老店业者强调 一只猪只有两坨肉可以做 它是整块剑子肉 稍微动一下 然后切 用继续把它切出来这样 切出来是整块的 我们不是组合什么的 全部都是整块的剑子肉 这一只猪只有两坨而已 另一家在兰州市场的知名肉干摊 则推出薯条肉干等创意商品 业者也分享好吃的关键 做法就是要进来要先冷冻 以后才再出来再搁起来再腌制 再进去两天两夜 这样才做起来的好吃 还有传承70余年的这家南门市场腊肉摊 不仅采国产租存手工制作 每半年还自行将产品送减 确保食品安全 因此很受国内外民众及餐厅饭店信任喜爱 疫情解封后更迎来大爆发 尤其是现在 像很多从国外回来 还有从香港新加坡我们很多客人 因为他们很喜欢用我们的金华火腿还有这些 那有些常常已经三年都没回来 我们最近观光客这一群非常的多 请启动 2023台北传统市场节再来一片 香味无限 一年一度的台北传统市场节即将登场 今年以顶级肉肝大赏作为主题 汇聚全台北市11家市场名摊进行PK 要民众投票选出天下第一肉肝王 本身也是肉肝控的台北市政府产业法案局长 陈俊安说每一家都好吃真的很难选 今年特别以肉肝为主题 所以我们有一个肉肝的大赏 那当然我们也把美食放在我们今年的主题当中 所以今年有一百多摊的美食来搅足我们的 韬客最爱吃的摊位 所以邀请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们在5月27号 5月28号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花博公园 参加我们的台北的传统市场节一起品尝 台北市场的特色美食也感受台北传统市场的不一样的文化 另外还有120家韬客最爱吃熟食级饮料名摊参赛 争夺年度代表天下第一摊 除了网络投票还会有一百位在地向导 前往各摊进行秘密评鉴 顶级肉肝大赏部分也将在活动当天进行公开美食评选 5月27号到5月28号在花博长廊登场的台北 传统市场节主场活动 还规划有多种亲子活动 闯关游戏 消费集点换好礼 及响应环保自备购物贷换购物金 与50元铜板价限量购等多项优惠 并透过食物的美味 场域的人情味及体验的趣味 让民众重新认识传统市场 感受道地的台北味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为了让长者吃的营养 吃的健康 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开发创意教案 行动厨房料理DIY 并设计循环菜单 辅导共餐据点 更首创互动服务 让民众线上自我营养评估 设计互动游戏 透过多元趣味的课程 增进长者对营养的认识 为提供长者健康餐食 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社区营养师 自107年起 至今已辅导497家 共餐据点 辅导据点人员备餐 餐食营养均衡度 食材多元性 质地合适性 以及分量等 以维持共餐据点 餐食品质 112年 更率全国之先 设计共餐据点 餐食营养小丁宁 让据点自主减和 提供长者均衡饮食 我们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其实服务的面向非常多 包括就是办理一些课程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一些个别营养咨询 那在今天主要分享的部分的话 是我们的 就是台北市的共餐据点的一个 餐饮健康的一个辅导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 办理的一些高龄友善餐点 就是餐厅的一个招募 那我们说到有关于 共餐据点的部分 那共餐据点是 一个非常重要 可能可以说是老人家的一个幸福据点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们所有的长辈们 都可以一起来增加活动 然后互动 还有包括一起共餐 所以呢 这个共餐据点的餐点的提供 就变成在营养上面 就变成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营养师的话 有针对这个共餐据点的部分 去做那个餐饮辅导的部分 那希望就是说 能够透过这个共餐据点 提供给长辈 足够的营养还有健康的一个食餐 然后让他们能够更为健康 再过来的话 就是除了这个共餐据点之外 我们还有针对就是一些餐饮业 我们现在今年都有发起所谓的这个号召 希望他们能够响应所谓的 所谓的共餐的一个 营养友善店家 那这个共餐营养友善店家的话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台面上 大家会看到我们有一些食材的部分 就是有几个原则 就比如说 使用这个全骨的食材 因为这个全骨的食材 对健康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会看到就是我们营养师 设计了非常多创意的教材 包括就是非常的实用 就是我们在平常会用到的一些 就是台湾代在地的 一些全骨类或杂粮类 那这些如果能够加进食物当中 尤其在共餐据点 或者是餐饮业 如果我们把它加在我们的主食当中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提升长者的一个营养 那另外的话 就是在食材的部分要有多颜色 还有就是一些多种类 然后就是减少加工品 那这些希望在这些概念上 如果符合的餐厅 您都可以来讲我们这个行列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 就是健康餐点随手可得 那有关于就是我们还有就是 推动了一些主要的一些首创的 一个活动服务里面 包括就是我们营养师设计了很多 线上的一些活动的游戏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让长辈在线上 能够自我营养评估 那这样的话 他们才能够每年能够定期的 去评估一下自己的营养状态 然后如果有什么风险的时候 可以来找我们社区营养师来提供 他们一些更深入的一个 咨询的一个服务 那还有我们还有推动 所谓的行动厨房 那这个行动厨房就是 我们会把一些器具带到聚点去 然后教长辈怎么做健康餐 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知道说 回去的时候他们其实自己在家 可以怎么来执行健康餐的一个制作 陈参与辅导的久如社区发展协会 蔡宏瑞总干事表示 感谢社区营养师改善餐食 营养成分与制作质地 让长者们吃的好吃的翘 营养师们他们真的从很多种管道 这样包含了从我们的 健康促进的课程的安排 然后再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行动厨房 然后还有我们的线上 疫情期间的这个线上的一些活动 还有各别的营养咨询等等 那透过这些管道呢 那我们的营养师们 其实都跟长辈建立了非常密切 而且很深厚的关系 那原本长辈其实都不太清楚说 到底营养师来社区是要做什么 但是呢经过这些服务之后呢 他们现在看到营养师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结束的时候呢 都会去拉着营养师的手 然后去问他们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再来 我们好多问题想要请教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我觉得对于市民朋友的健康来讲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改变 那就我们社区民众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社区营养中心 他们从这个个别营养咨询 然后甚至到了我们整个家庭照顾 整个这种陪伴跟支持 其实从他们的回馈里头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他们确实从营养师所分享的一些内容里面 学习到如何去照顾自己的健康 对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学习 是一个蛮好蛮棒的成长 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更首创互动服务 让民众线上自我营养评估 设计互动游戏 的营养状况调查 他们也发现营养风险不良者 占了11.1% 衰弱以及这个衰弱前期的长辈 也占了13.6% 所以营养不良其实也会造成了 相关的这个激励退化 跌倒以及激少症风险的增加 那台北市营养推广中心这边呢 我们就致力推广了这个创意开发的教案 还有行动厨房 以及设计了这个循环菜单 在福岛共产据点 一起来为整备的健康来守护 想知道更多社区活动资讯 欢迎民众洽询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专线 或至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网站查询 一起增进健康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国中教育会考20后登场 市种谢国良一大早就到基隆高中的考场 为学生加油打气尽管口罩令解除 但考生大多数都是戴上口罩来应考 陪考家长也减少了许多 加油加油加油 学生依序进入考场 一旁老师替学生交打气 国中会考20号登场 基隆考区考生有2701人 基隆考区呢我们设置了基隆高中 基隆女中跟海大副中三个考场 今年总共服务的2701位考生 我们今天在基隆的考场呢 最主要有六个国中 包含建德 包含明德 包含定内 包含暖中 等等的这个学校 进入高中礼堂内 考生把握最后一点时间 复习再复习 今年一群趋缓 口罩令解除 没有强制规定要全程戴口罩 不过学生们似乎习惯了 都戴上口罩 而今年开放家长可以陪考 但现场家长并不多 戴口罩很温 然后那个 没有要专心啊 容易想睡觉 口罩拿下 比较好考试啊 比较能专心 还蛮幸运的 怎么说 就不用戴口罩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就比较 比较舒服 比较舒适 因为大家也 就是可能有过过去两年没有陪考的经验 那小孩子表现也都还不错 那家长也会比较放心 那其实现在学校的准备都很充分 那我们也会随时跟导师群也会随时跟家长保持联系 市长加持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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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谢果良一大早前往金融高中 考生休息区 替学生交打气 也感谢各校陪考老师提供考生服务 看这些学生 大家都这个 准备就绪的感觉 那我们感到 也非常的温馨 那就是希望 学生都有一个好的 考试的成绩跟结果 那希望这个家长跟学生 我们都已经尽最大的努力 来准备会考了 那对于考试的结果 我们抱最大的期待 希望大家也平常心 那也希望孩子们都有一个好的成绩 现在疫情呢 虽然虚幻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一样呼吁考生 还有家长们 针对于防疫的措施 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坚持 一方面是最近的一些感冒 也还是蛮流行的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为了保障所有的 那个考生的一个健康 所以呢 学校端也针对于防疫的措施 有包括我们还是有持续的 提醒孩子们可以戴口罩 那另外呢 还有消毒液的部分的准备 另外呢 也期待家长在孩子们出门的时候 也能够去测量孩子的体温 或者是孩子的一个 身体的状况 那务必呢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康的考完试 那最重要的是 发挥我们的平常心 得到我们最好的一个实力 然后也得到我们最棒的成绩 如果身体有不舒服 或等等 也可以跟我们来做这个 请求协助 那我们会给他最好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 家长的部分呢也是 如果 如果 基本上 我们家长如果有 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也请麻烦 能够配合 就 不要入校 那我们会提供很好的一个 考场服务 国中端也会 那我们跟国中端也会做好很好的联系呢 让所有的孩子 获得最好的照顾 为了让考生能够很顺利的 参加这个国中会考 然后其中还有其他两所学校 也特别像基中是设置的礼堂 然后其他学校是设置的教室 让学生在休息时间能够有充分的休息 还有家长的部分能够陪考 让小朋友能够更安心 这个都是我们学校很贴心的服务 受到少子化影响 基隆会考 应考人数逐年下降 近四年从3,066人 今年下降只剩下2,701人 每年下降100到200人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道 您知道吗 基隆市的职业灾害发生率 在110年是高居全国第二 本身出身社会弱势家庭的 基隆市议员陈冠宇 在市长施政总质询中 提出相关的质询要求改善 另外 非六都县市 每10万个行人的死伤数 基隆也是高居全国冠军 如何避免基隆人为行人地狱呢 一起来关心 本身出身社会弱势家庭 从小因为父亲基欠 巨额债务 遇过地下钱庄 追债到家里面 甚至押走爸爸的 基隆市议员陈冠宇 特别关心基隆弱势者 像是劳工职业灾害的问题 特别提出 基隆市的职业灾害发生率 110年高居全国第二名 幸好111年降到第八名的问题 我从小就是一个社会弱势出身的家庭 我爸爸欠了非常非常多的债 我们家逃过债 连夜搬家 地下钱庄来压走爸爸走 我们家都遇过 所以我更加希望市府的爱 是从我们的视角出发 来看城市需求 尤其银建工程业的 直在发生率 这是全岛 本岛的 在110年降到本岛第八 在前年110年本岛第二 直在三高行业 真的他们一直没有掉下来 银建工程业 制造业 仓储及运输业 这三种在基隆市都有 工地潜规则三不一样 不能叫救护车 不能救经救医 不能住院 要说交通意外 这个当时市长你听得很惊讶 我要说更具体的建议方案 面对工地潜规则 我们直在预防要三岛一勾基 基隆市因为没有职安检察员 我们得靠劳动部的职安检察署 如果可以的话 是否可以跟职安检察署 讨论一个短期的方案 至少让固定有职安检察员 待个一年甚至三年 先让基隆市的直灾发生率 缓缓跟稳定下降 保障劳工安全 市长谢国良大讯师表示 除了配合中央相关机制之外 也会要求市政府建立相关职业安全机制 减少职业意外伤害发生 保障劳工安全 我很同意要有这样的机制 那争取从中央派驻职安检察员 我觉得是应该要的 不过基本上如果中央 就算他有种种原因没有准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把我们自己 市府里面的职安机制把它建立起来 另外陈冠宇议员直询 根据111年非六都县市 每10万行人死伤数的统计 高居全国第一名 如何避免基隆沦为行人地域呢 也要求市长谢国梁提出说明 非六都县市每10万人口数 行人死伤数死伤加在一起 全台非六都第一名 而且高的吓死 每10万人会有大概142个人 是行人在这 他是行人然后受伤 但有一件事情真的得面对 我们数据如果再不像家来的话 你总有一天你身边亲朋好友 很容易在过马路的时候就受伤 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 所以第一个 市长你至少在态度上承诺 我们两年内 两年后 可以将死伤数下降30% 下降到70% 大概会接近第三名90级的数字 第二个 每10万行人死伤数 因为他要另外计算 但其实算法很简单 就是你从去年的行人死伤数 去除掉总人口数 乘以10万 列入道路交通安全汇报 以及相关局处的业务报告中 成为固定议题 他跟亲人政策一样 他是一个视角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政策方向 市长 你同意这件事吗 市长谢国良表示 上任市长后 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已经有所改善 也将滚动式 调整相关措施 保障行人安全 追踪这个数字 在道安汇报 绝对没有问题 这也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追踪 我要跟议员报告 就是我上任大概20天内 我就开始推动了行人友善 您很肯定 据我了解 这个行人友善的这个政策 已经跟去年同期比 有让我们在这个行人的死伤数 降低20%到28% 所以我觉得 这跟你讲的那个数字 我觉得蛮接近 我们是个滚动式检讨 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房价居高不下 年轻人买不起房 该怎么办呢 金融市长谢国良 提出自己的看法表示 应该要尽量不要盖豪宅 多规划小坪树的房子 特别是未来金融捷运开发过程中 周边可能有许多贡购的地 应该都这样规划 协助让年轻人买得起房 也方便通勤工作 基隆市议员陈冠宇 引用近来内政部长 也是前基隆市长林又昌 针对年轻人买得起买不起房子 引发争议的新闻 咨询市长谢国良 针对房价居高不下 年轻人买不起房 该怎么办呢 基隆市长谢国良 答寻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表示 应该要尽量不要盖豪宅 多规划小坪树的房子 特别是未来 基隆捷运开发过程中 周边可能有许多贡购的地 都应该这样规划 可能有抑制房价飙涨的效果 协助让年轻人买得起房 也方便通勤工作 至于您讲的这个房价 长期来看 我们的确要想办法控制 那要怎么样控制呢 就是尽量不要去盖豪宅 那怎么样不要去盖豪宅呢 我有一个理论你听听看 就是说这个要跟都发出 一起讨论 因为这个目前没有 现有规范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地 政府要释出的时候 它应该是要画小坪树的 它不要去做那种大坪树的 为什么 因为小坪树的都是我们小资 都是我们很多薪水阶级工作组 大家买的房子 可是如果你把 你没有设计这个建商 他们在规划他们的整个 建筑量体跟内容的时候 它就是往大坪树的规划 那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 这些标涨空间 那当然如果是他们的地 我们就必须要比较尊重 他们的规划 可是未来整个在捷运的 开发过程中 我认为会有很多共购的地 或者是政府可以依法取得的 我认为应该要去考虑 让更多的薪水阶级 更多的年轻人 有机会来买房 那要来买房 要买什么样的房 就是这种比较小坪树 但是在捷运周边的 我觉得这样子相对之下 可能对房价的抑注 我希望会有一些帮助 市长 所谓小坪树是指几坪呢 市长谢国良私下表示 大约30坪以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安乐区 有一名26岁的女子 出门买蛋糕 却遭到陌生男子的攻击 回头找监视器画面 却发现全都坏了 市长谢国良决定 会透过邻里建设经费与预备金 来增设监视系统 与照明设备 给市民安全的生活环境 回想到女儿被陌生男子攻击 受害者妈妈情绪激动 因为她女儿8号晚间 出门买蛋糕时 遭到陌生男子攻击 事后要调阅附近的监视器 却居然坏光光 女儿发生危险 没有监视器拍到 就由市长谢国良 15号召开记者会 决定透过邻里建设经费 和预备金进行监视器系统 及夜间感应照明补助计划 初步拟定一千多万补助预算 补助领理长申请设置监视镜头 和夜间感应照明设备 要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安乐区我们安一路一百项附近 发生这样让人不幸的事情 佩祥认为在这一点上面 佩祥会鉴请我们市政府 在与民政跟警政这边协力合作 来帮我们社会安全网 做一定的补足 佩祥跟国良市长谈过 国良市长也相当肯定 认为说这边方面的确是要再加强 目前加强的方案 除了直接在危险的地方 再加建监视器之外 并且调整监视器的角度 务必让它尽量减少 所谓治安死角的发生 第二件事也就是说 请民政系统各里林办公处 都提供说在里林这边 哪里有人潮 在晚上有人潮常常经过的地方 然后并且提出说 这边的照明设备是否足够 如果不够的话 尽快佩祥会跟市府一起 想办法来尽快跟公务处 来去做加强这个照明设备上 光线的不足 然后让我们的好朋友 不要再有这个 在晚上走路的时候被人家洗洗的恐惧 亡羊补牢 为师未晚 同时之间佩祥也对我们受害者的家属 感到说感到十分的不舍 未来的话 无论说交给这个民建公司来打理 来管理 或者是呢 我们里林长 大家建议的点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监视器的稳定性 然后还有呢 它的这个妥视率 这最重要 这个也是市域呢 在议会一直在提的这一块 那希望未来呢 我们谢市府呢 能够呢 加强 而且呢 针对我们治安 要好好的呢 来把关 基隆市警察局 目前共有4434支 摄影机 那96.5%都是类比式的一个摄影机 那我们在去年111年8月2号 或市政府3亿2000余万 全部分5年建制 来完成数位化的一个摄影机 如果监视器越多 民众一定会 我们应该会更安心 那当然向道间那种 比较暗角的地方 能够越多越好 女子遭到攻击事件 引起了金融人重视 议员们要求提高监视器的妥善率 不要让类似事件再发生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金融市信义区有一名60多岁的老汪 被邻居指控多项恶行 警方将他移送法办 但他都是赔钱了事 根本没有起到警示的作用 现在居民联合起来 向市议员韩世玉 陈琴 希望市府能够帮帮他们 一提到这样的恶邻居 大家都快吓死 恶行更是一连串 他家住在这附近啊 他没看到人 我被他三字经骂三年了 这次跑到我店里打我 去瓦关说我打他 原本平静的社区 自从两年前 红杏男子搬来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调 原先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他就一直发生事情 像我们倒垃圾这样 这也是我亲身体验到 我那一天喔 皮皮串 皮皮串 男子喝了酒 就开始对邻居动手动脚 根本是个不定时炸弹 他住在亲友提供的房子 平常喝得醉醺醺 见人就挑衅 这一个人物在我们 这附近这几个里 所造成的威胁跟危害 是附近的居民 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连署 还有四十几个人 去做的这个连署 两年来 警方就以刑法办过他三九案 社会秩序 维护法事案 管束是三案 但因为都是小案 男子大部分都以服劳役 赔钱了事 有关本侠 常情酒醉知识洪庆民众 经查本所于110年 至112年 共侦办洪庆知识民众 刑案三九件 社会法事件 管束是三件 通报基隆市 新卫衛生局 疑视精神病患 治疗事件十二次 并由干部书面 正式告诫两次 另有关洪庆知识民众 110年至112年 酒醉闹事事件 经判决有十四件 法院判决 大部分均以义服劳役 法经为居多 针对洪庆知识民众 酒醉闹事行为 本所已多次以刑案整办 并书面告诫管束 通报基隆市行为辅居 通报强制就义等多项强势作为 定针对其易出没地点 加强巡守 以防止其犯罪闹事等行为发生 每一个案子看起来都是轻罪 所以在法院那边的判决 大约就是五天八天 凑起来因为都不会到一个 必须要服刑的 那一个六个月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实现 所以他到现在他都用一种 折抵扶劳役来折抵疫情的方式 基本上根本没有什么喝醋效果 怎么说 因为第一个警察对他的一个态度 就好像说这个是好朋友一样 对他就是用一种很和善的方式 劝他回家 然后劝不动呢 就是把他带上车 带到警局去里面 他像是家常便饭 就进到自己家里一样 在里面还蛮自在的 希望政府能像这种情形的话 不定时炸弹 住在我们这边 真的大家都人心防防 希望政府能想个办法 给我们老百姓一个 比较安静的 能解决的 不要在这边 两三天 就来一次那个 对大家那个攻击 随着呢受害人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这样的话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那我们也有问派出所 派出所都有依法去移送 那移送到后面呢 自然而然他就去做强制劳动 那也没有任何的管制的行为或之类的 那变成说呢 会不会针对于他的部分的话 他会不会更肆无忌惮 认为说大家都拿他没皮条 男子经常进出派出所 但似乎没在怕 但居民请取激愤 希望市政府和警察局能够硬起来 他们也组成了自救会 要确保自己和家人不要再受到伤害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间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间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1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2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加集团关心您